我刚刚讲这么多各式各样的漏洞都出现了 那最大漏洞当然是机师本身 包括他们的家属 那现在到底怎么样追查 所以就回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 机师算是高风险 该如何管制 目前这样的管制合理吗 按照你这个防疫又一切 像作战一样 陈时中请问你这个原则合理吗 你面对跟资本 你面对跟这个生意 你终结还是一直妥协一直妥协 所以你就看到资本还是 真正的大神 无所不在力量大的 那我们的风险就升高了 现在就出现了 他如按照说严格的规定 他要增加多少机组人员 那整个机票要提升多少 那坐飞机又没那么多 那不是要垮了吗 那垮了是波音垮了 波音就几乎垮了 可是过来就冒出一个新闻说 波音去年生意这么差 然后裁员很多 营收这么差 可是他们的执行长照样拿高薪 我看了那个数字 他们去年的年薪 这个执行长5.9亿台币 那这不是很奇怪吗 好 那就回到一个 医师现在的施打密集合率这么低 可是很合理啊 AZ大家都怕 大家都怕 你严格讲就陷入一个问题 说那到底能不能强制 一个东西就来了 你凭什么强制 这不是自由吗 这样的争辩 陷入这样的争辩 我就觉得很无畏 为什么 第一个 如果现在疫情像印度一样 铺天盖地就在你周遭 我跟你讲 疫苗抢破头 AZ就算风险很高 大家宁可冒着风险 也比感染的风险 两个比起来 理性迹象 赶快去打 没有啊 台湾不是很好吗 太棒了 大家根本暗之若素 打什么疫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关键是 AZ疫苗的风险度太高啊 你这个风险度太高 大家不愿意去啊 第三个更严重的 我认为这才是关键 你说到底能不能强制 一定程度国家 能不能相对的限制 或者剥夺老百姓的自由 理性的讨论 当然是嘛 当然可以 可是为什么这样呢 很简单 那个下面有个原则说 大家有共同的利益 一个破口 大家倒霉 一个人不上战场 军人不上战场 大家都倒霉 所以第一个 要有共同的利害 第二个 这个利害真正落实下来 是公平的 那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AZ疫苗有风险 你看看人家 别的国家 领导率先就打 台湾啊 推山主事 不要其他蔡英文啊 光苏贞昌 行政院长 包括陈时中 到现在都没有打 那你有什么说服力的 如果这些人就是好 我们风险一样 那甚至理论上 我们不是要保护领导吗 领导比较贵重啊 他们都打了 那老百姓想说好 那既然这样子 你们都愿意承担风险 我们冒着AZ疫苗 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 副作用 打了 所以如果落入在 什么强制啊 自由啊 什么宪法啊 那个学者就弄一道堆道理 没那么复杂 就现实厉害啊 我们这些带头的 自己本身那个投机样 你刚刚号召他说来打来打 当然就号令不行啊 你看看巴西 你说那个家 那个他们的总统 有点歪理 有点乱搞 可是至少他一个东西 他把两个分开 他的方向可能是做错误的 说大家不用担心啊 不用紧张啊 或者搞的疫情非常严重 可是至少他自己 没有戴口罩 他该接触就接触 虽然这些都是错误的 那至少怎么样 他自己言行如一嘛 他承担了合理的风险嘛 让老百姓说幸福嘛 好结果他该倒霉就倒霉啊 英国的首相 也不过是也不是一样吗 他自己最后也住院了 我们台湾这些领导人 这个地方叫人家看破手脚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所以啊 现在这个集市的问题破口 我对于陈时中能不能用他福报冲天 那他家的事 可是光这个事情 他的这样的管理制度没有问题吗 第二个他自己本身的管理的态度跟行为 他真的是像大家所那么默拜他 民调那么高 哎呀他为我们 废寝忘食 很会演啊 那事实的工作 谁轮到你说台铁前任出事 你说交通部长台铁局长不累吗 这个有苦劳 可是更重要是他的态度 所以我们现在又变成人家的囊中物 又变成人家的这个祖上肉 要被人家宰玩耍 恨啊 美国人凭什么 我们的政府凭什么被人家这样弄 我们花这么多钱养这么多公务人员 我们每一次选举 选择这些人说要帮我们做事 结果天天置我们于险境 然后帮我们当傻瓜耍 而我们无能为力 我对这样所谓的号称民主国家 还天天说事 说我们多民主多棒 还什么灯塔 还什么什么搞 美国那个灯塔都已经不亮了 你说什么小灯塔这么自吹自擂 看到中国大陆一副笔一样 去弄清楚 我没有称赞那边 我是说你自己有凭什么 你应该自我检讨啊 而且自己应该赶快脱困啊 你深入险境 随时都有可能爆掉完蛋 泱泱自得 我没有看过这种的 就像刚刚美国人 你们自己应该反省你们的种族魅诀 你们那个种族歧视 黑白问题不论 到现在连亚洲都来了 你有什么资格在讲世界 全世界讲人权 注意我并不是说这样就不必讲人权 是美国人这样的讲人权才是问题 他们把人权这个东西整个玷污了 他应该反共自行啊 他不但没有 他美化自己 美化自己就算了 他还借机指责别人 栽赃别人 有些是该被他批评的 有些是栽赃啊 是非颠倒到这种地步 有我们台湾 我们这领导人 蓝绿过去都一样 其实国民党很多 也是喝美国奶水长大了 一肚子糊涂 蛮脑子降虎 我是觉得是很糟糕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有关这部分 大家一定要清醒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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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美帝 千万 我有时候这两天 又看到一个什么军事专家 好像黄伟 又在那边扯扯扯 就某种 知识面 哪个武器怎么样 最近局部的局势怎么样 他当然比我厉害 他每天告这个 可是当他们吃美国的大便长大 脑袋都是装着 美国的职位跟框架的时候 这什么军事专家 屁 我细节当然不如他 我也不可能 可是他 大方向就错了 把害你的人当做你的爱人 那自己在那边讲一大堆分析 那种分析 上面一层乌云照顶 他在下面说我阳光 灯光多亮 然后大家跟着说 专家 那天天上电视 在那边胡扯 这种人都不知道 他造孽有多深 下地狱都绰绰有余 每天在那边制造这种坏事 现人于不义 而且还在那边 一尺自居 薄名薄利 坏透了 日本人的信用 特别是在核费 有关核能罪方面 特别是他们东京电力 在311辅导事件之后 他们的可信度 他们已经失掉了世界人民 对他们的信任 一个失去信任的人 我们不能说他一次犯错 就把他永远定死刑 可是 他要如何 驳回人家对他的信任 他可以依然这样片面就 就干嘛 你对你的邻居不利 你又让邻居对你持续信任 你今天要再干一件 可能让人家担心 怀疑 你有前科 你不是应该掏心掏肺说 欢迎到我们家里来 我什么事都跟你商量 虽然这个很委屈 从原来到日本人一直弃死 不然人家觉得说得这样 又花时间 花成本又要低调 可是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又才是正办吗 请看 资料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如果你不信任 那开放 请你们参与 我们的每一个环节 你们都来加入 严格检验 如果你这个态度是这样子 信任才能够重新赢回 那你这个做完之后 你要怎么弄 大家就比较没话讲 所以你信任度没有 信任度没有 因为你不透明 你也是关起门来干嘛 过去你就是这样 我们是高科技 他们形象营造的很好 日本人是多棒多棒 多么的讲信用 做事很认真 这都没有不见得可以完全否定 然后哈日 营造成这个形象 过去在这个之下 他们干了多少缺德的事 一天灾 那个311 帮他揭穿 这才是根本 整个涉及到 我们跟日本人的关系 我们长期怎么看日本的政府 我们的利害 跟他们过去是怎么样 就跟美国一样 这一点要不要翻转 要不要醒过来 这才是大力 这才是国家的大政策 这才是人民应该最关心的 这一层在台湾 基本上不谈 不去翻转 然后这些虾米就开始弄了 扯啊扯啊 台热都跟你扯啊 人家每日下完大旗 下面弄一些小事件 让你们扯啊 把精力都消耗掉 每个人讲的口末很沸 跟当真一样 重点是 完全没有办法撼动他的根本 浮游汉大树 他既然 既然这个继续控制 这才是人家玩政治 玩的高明 我们就是被人家玩 谢长廷这个时候 你至少要扭捏一点 少讲一点 他完全站在日本政府这边 这个是奇葩 这是少见的 李显龙 新加坡是小国啊 有时候经常夹在大国之间 可是人家不是完全一面倒 有时候靠你这边 你叫我靠100分 我就靠个70分 留一点余地啊 让人家知道说 不是这样子 台湾是靠1000分 靠一帆分 恨不得他妈钻进 美国人的肚子里面 当他儿子 下流到这种地步 菲律宾不也是吗 我常常讲很多国家 印度也是玩来玩去啊 只有我们 而且他只知道 这么样一个挺不支持 我就问谢长廷 他用什么方式 他回来干自己 他说你们骂我 你们凭什么骂我 你们说这个核飞水有问题 那他们日本人 已经弄了根底了 没问题啊 那更重要 如果说有问题 台湾自己的核电厂 排的问题 排的水就是一样的 他把箭头 当台湾这边批评他的时候 他会过来跟自己人打 跟自己人打怎么样 拿自己人的资料 拿台湾的台电的资料 这多精彩啊 结果呢 日本元凶早就不见了 美国这个放核飞水的帮凶 早就在那边 旁旁旁喝喝大笑 大家在那边弄 蓝的就很生气 就动员 要叫他回来咨询 他就说 现在疫情关系怎么样 外交部说 反正就在这个地方弄 可怜啊 这个再怎么热闹 大结构依然没有变